杀了黑猴之后,大喀一月成为唐俊身边最得力的打手 但是谁猜不到,这个死根本的老狗口中说的杏家产,最后竟然会映染在自己身上 在医院里面,大喀的老婆带着女儿过来探他,望着周身都是藤条痕的虾米 不需要问都知道老婆有把气发起在她身上 而她老婆这次来的目的,也不是关心大喀,而是想压戴她身上最后的一分钱 在临走前,黑猴子把一幅画交在她手上,怎么才打开一看 扑离到街,家居竟然多了个黑人 为了搞清楚老婆到底带到哪个程度,大喀连夜出院就赶到回家楼下 果然適合摸到车,就有个阿婆出来喝住了她 什么事啊老婆 你回来就好了,你老婆啊,我不是人啊,我几十岁看不过眼啊 听到这个消息,大喀连夜出院地冲上楼,当她打开门的那一瞬间 眼前几一幕,令她根本冷静不到下来 妈妈救她 我去哪个ermaid 阿猴 muy 阿猴 阿猴 這個時候,他不自覺地看了在眼樓上, 把黑米交給老闆看著之後,他拿走了兩碗熱湯, 決定上樓來的滾水拔雞毛,果然一上到去, 就發現自己老婆和老婆在摸身摸洗, 一氣之下,他脫下的壞掉褲子就拉了下去, 雞精就沒有要到,但是死法溫要求大蝦補償10萬元通渠費給他, 聽到這番話,大蝦直接伸到他一腳,跟著撿起椅子, 在他身上瘋狂輸出,見到自己的通渠棍被人打, 他老婆幾天拿起刀就斬在大蝦身上,眼看著大蝦開始沒有還手之力, 沙皮錶拿起刀就向他衝來,危急關頭,大蝦把湯撥出去, 突如其來的還擊,沙皮錶的錯手不及就斬死了大蝦老婆, 趁他沒反應過來,大蝦拿起台燈就把他推到樓, 而這一幕,剛好也被樓下吃飯的蝦米見到, 幸好的是,這個行家踩到腦影那麼高跌下來竟然都死不去, 在射程最厲害的大狀況狀況下,大蝦成功無罪釋放, 沙皮錶輸了官司,調戲不順,打算出來找律師悔氣, 只可適合出道禮,先犯人自己又糟糕了 誰失衡?你這些叫做弱小民族, 喀菜婆比雅巴辣茶,你當我是老襯嗎? 我從小就加入了這個社團, 背份比唐俊還高,他見到我都叫聲我叔叔, 我雖然沒有出來做事, 不過阿公的事我幫忙,你想召我? 我想你想偷臨清閑張萬勇, 終於過了,我甚麼都看不到 毫無意外,沙皮錶又被人狠狠地濕了, 在慶祝大蝦無罪釋放的飯桌上, 唐俊最近收到消息, 黑牛的小弟在外面請了一群殺手回來, 打算跟他大哥報仇, 但是帶唐俊出身的黎明是雷威無當回事, 他覺得在自己的地頭根本不會有事, 可惜話口未完, 他倆就在廁所中遇到殺手, 保證唐俊早有警惕, 早才保證對方殺死, 趕過來的殺手越來越多, 憑著著大蝦和唐俊的原理配合, 興春就搞定了飯店中的殺手, 出去之後, 雷威要求唐俊將社團中的文件收好, 防止殺手利用資料來威脅他們, 但是誓顧不到, 這一切都是雷威撤出來的一個局, 剛趕到回去, 一群警察破門移入, 直接就將唐俊控制下來, 而台面, 已經有一大堆白軍在等著他, 就是這樣警察以唐俊藏讀的理由將他帶走, 不過在壓送的路上, 一個交通警橫空出現, 兩槍落立即將車射反, 將車上的警察殺完之後, 順利救了唐俊出來, 但是唐俊並不領情, 因為這樣做, 意味著他已經告訴全世界的人, 自己就是販毒的主謀, 可惜把口很理想, 現實很殘酷, 警惕聲一響, 最後都是搭著常威離開了這裡, 回到雷威身邊, 他建議唐俊暫時離開香港, 如果不是一旦被捉事才要坐三十年監, 不過在著草之前, 唐俊怎樣都要再見辣椒一面, 作為一個男人, 無他的, 大幾不吃小的都要吃, 火影經過了一番心情表白之後, 他兩個愚無意外就搞了起來, 跟著羅麗的畫面, 但是連隔壁隻狗都看到眼都凸了, 經過了一番惡戰, 唐俊順利離開了香港, 只不過他事故都未坐熱, 就有三個殺手破門而入, 可惜這幾個殺手都不知道是否發雞馬, 對著張床來一場激情宿舍, 但這個時候, 躲在門後邊的唐俊開始反擊, 一刀落去將槍搶到手之後, 對著洞門興風辣低兩件, 眼看著自己的小孩慘死在面前, 那殺手好像黏了線一樣, 直接衝進房間, 而結局, 亦可想而知, 出來啊! 我在這裡啊! 搞定了劉強的殺手之後, 唐俊趕到外出, 發現來福已經被常威脅持住, 為了保護自己兄弟, 唐俊被迫將槍放下來, 而常威的仆街又開始爆音毒, 開槍後打斷了唐俊的黃金手指, 在這裡, 唐俊知道原來所有東西, 都是他大哥雷威插出來的一個局, 就是為了利用他的名字來販毒, 看到唐俊被人折磨, 為伏插死了身邊的女兒, 衝上海用自己的命來分散他的注意力, 趁完這個機會, 唐俊撿起地上的玻璃, 跳起身後刺爆了常威的死人口, 另一邊, 辣椒收到唐俊寄回來的錄音帶, 唐俊將幕後黑手就是雷威的1510這樣告訴他, 希望他要立刻離開香港, 我認識辣椒就說有個性, 單人匹馬就來到雷威身邊, 趁他不注意, 辣椒容易拉在他的眼上, 跟手拔出手槍來打了在他身上, 同一時間, 無數KLV1擁而上, 不過都是被辣椒輕鬆搞定, 就在他援槍的空隙, 雷威起身一腳將他踢出去, 兩個下來辣椒完全失去反抗能力, 但在他準備想走的時候, 常威趕到過來, 扯著他的腳又將他拉進去,